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文青岛明清年间 青岛地区属山东来州府 为北方海防要塞 1891年 清朝光绪17年 骄傲青岛地区设防 1897年 清朝光绪23年 德国强占骄傲 新市区命名为青岛 福州1303年 元朝大的七年 全时结构的万寿桥开工建设 历经19年施工 大桥于1322年 元朝制制二年完工 明 清 民国时期 该桥曾经多次重修 70年代初 该桥改名为解放大桥 杭州 金杭大运河开凿至今 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南西杭州 北至北京 金杭大运河的浙江段 流经杭州 湖州 嘉兴 属于江南运河 运河杭州段位置在最南端 全长近40公里 南京中复门 小东门 蔡明朝初年落成 为南京内城城门之一 据史料记载 中复门自金川门界到一奉门界 长500余章 中复门建成不久就封闭了 蔡明 清时期 此门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 山海关 山海关 林渔关 渔关 林渔关 渔关 以山林海 583年 隋朝开皇三年驻关城 1381年 明朝洪武十四年 在古渔关至东建山海关 明清时期 后十二百余年 建成了连环的城坊系统 上海胡兴亭茶楼 位置在荷花石中央 两端连九区桥 金胡兴亭建于1784年 清朝乾隆四十九年 西部商机自建造 直至清朝道光年间 这里一直是布商们聚会的场所 清朝咸丰年间 改为茶楼 镇江金山位置在镇江市西北 山市巍峨 景色优美 这里有始建于东晋时期的金山寺 江天寺 因慈禧六十寿臣而命名的慈寿塔 矗立于金山之巅 清末时期的中国老照片 1908年 摄影 奥特优尔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2001年